這裏剛剛爆疫沒來 又輪到這裏有人確診 為防Omicron在本港大規模傳播 數以千計市民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要去到檢疫設施坐21日逆監 為了舒緩設施容量的壓力 港府在諮詢專家意見後決定 將本地個案密切接觸者的檢疫期 由21日縮短到14日 之後要在家自我監測7日 期間可以外出 第19日再去做檢測 衛生署資料顯示 竹國灣檢疫中心 星期一剩下445個單位可以立即使用 另外有三間酒店合共可提供462間房 可能燈在網上就是900多個位 但今早我們都聽到檢疫中心負責人說 其實應該名單上有800多人要送去檢疫中心 所以幾乎是沒有位的了 袁國勇認為因應Omicron的潛伏期較短 同意密切接觸者可以先在竹高灣檢疫14日 之後回家要配戴手環隔離7日 期間可以短暫外出 許樹昌也認為14日檢疫時間足夠 他又說如果檢疫酒店能夠改善通風換氣 包括使用高效能空氣過濾器 在竹高灣爆滿之後 可以考慮使用檢疫酒店 強調使用酒店房間一定較留在家裡好 有議員說當局縮短檢疫期要提供充分的科學證據 不能給公眾有遺旋就陷的感覺 又說家居檢疫有賴個人自律 而過往經驗反映會有一定風險 如果一定要採取這個方案就要有限制 例如居住環境是獨立房間 違反隔離規定會有更嚴厲的懲罰等 也都要就家居隔離提供更多支援 東網記者 岑指浩報導